再是高 那下一位会如何接招呢 看看这杯准备怎么样了 第一是检查兵器 这个他把他也放烦了 声音开大一点吗 第二是 哈喽啊哥哥 请辅助加Buff 叫了一个我的朋友 然后也是博客音乐学院毕业的学长 来跟我一起帮忙 学长在手胜利我有 对 我比较想偏原创一点 最牛肯定是无可厚非了 我总是认为自己是最牛的 就是要有一股 出声牛都不怕虎的 牛气冲天的劲 要勇敢地向前冲 大家好 我是王源 也是一名音乐学院的在校学生 上午就是那个乐理 下午就是考Vocal 我跟同学们一起 开心地讨论音乐 交流的过程 我觉得大学上最宝贵的 就是这段时期 所以我比较希望的是 有自己的写的东西 然后自己来传递 自己的情感输出 偏原创一点 到底会不会 哇 超级好 把我的饭丸子给抢了 其实有很多的期待吧 对 其实木兰这个主题 大家都是从小听的故事 所以很多人拿这个来创作 就是在你用皮革 有各种谈法的时候 我也反正能听出来 对应的这些情节 我觉得还真的蛮厉害 谢谢 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先来 大家好 我叫王源 今天正常来讲 是坐在这里的学长学姐 但是介于我还没有毕业 有比我高年级的同学 有比我低年级的同学 所以说我今天就当同学 对 然后他叫雷伯明 雷哥 他是我们这里边 唯一一个毕业的 然后也是来自伯克里音乐学院 这次他也来帮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讨论音乐一起玩 对 好 那我们从这边开始一次介绍一下 让大家都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叫徐碧恒 现在是在伯克里就读 大家好 我叫夏昆兰 我是来自伯克里音乐学院的 大家好 我叫陈柔冰 然后我来自伯克里音乐学院 大家好 我叫钱瑞玉 我也是伯克里音乐学院 所以就是伯克里一排 不 不可以 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拉帮圈派 没有 只是凑巧 好吗 不是 我们都是就是这边点好看 好 那我们走 你们是这边点好看 对 对 没有 不 不要走 我叫张哲瑜 专业是环境学 我是零 读的是国家的业务 我叫谭莲耀 利物浦大学的流行音乐专业 悉尼大学 经济学 金融与银行科系 我读的专业是 管理工业 时装 营销 管理 也是这个节目的服装老师 乐队的主唱 读人大学生物考古系 再读的博士生 啊 什么生物考古 蛮酷的 哇 学霸 学霸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你说这节目叫高校生 它也不叫音乐生 所以我觉得喜欢唱就挺好的 我觉得其实海外大学在读的同学们 其实都有个特质就是多元 其实我们要选的也是多元 包括像那个博士 他其实本科学的是珠宝鉴定 然后后面学考古 然后再到喜欢乐队 就是八根大部分的事情 把融合到一个人身上 就会很奇妙 所以说我就想听到 百花齐放的 不一样的 新奇的 令我出乎意料的音乐 给大家带来说我 花 对 就像吃了巧克力一样 你是完美的 对 厉害 就是 没有啦 你就是天生的 就我 我特别爱跟绝对音感的人 我老逗他们 我说 什么音 什么音 C 厉害厉害 好酷 感觉真的音乐是你的一个出口 而且是一个火山喷发式的出口 好的东西都从里面感觉余光而出 就好有力量 就是唱歌的时候被人诟病过 为什么喜欢加这么多 颤颤巍巍的东西 但是刚才我听你的唱的时候 就是你的那个 转音 我第一遍听 我觉得啊 我是 我说 好奇怪 但第二遍听的时候 我就 第三遍听 我说 哇 太妙了 不管别人怎么说 你这个千万不要改 我觉得非常好 谢谢 谢谢 他对每一个人的评价都很好 就每个人都会夸一夸 好厉害 可以哭 好厉害 喜欢 对 哈哈 就是有一种我学弟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就是少年感满满 很腼腆 没事 就没事 反正也 那对你们写歌有什么 特别不正常的癖好吗 这个特别想知道 我觉得就是作为音乐人 大家应该都有这种感受 就是在半夜的时候 写东西特别有灵感 白天的时候可能就是 屁都憋不出来 我就是完全不一样 我就是在下午 而下午两三点到六点之前 然后六点之后我就不写了 因为我饿了 我也吃饭去 可能你的癖好就是必须得吃饱了 他的猜官在胃上 对 这个我觉得 因为我跟他们一个是同年龄 然后一个是有同样的 在海外留学的经历 有很多年轻人想出出的东西 我可能会更了解他们 更能够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能够听到他们想表达的是什么 没错 雖然是吗 可疑 秦 当然 在这一切 我们在背后 没是 哇 多